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满的九層塔 另外還有蒜泥 所以現在聞起來是非常的香 這個炸的功夫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炸起來 剛好就是表皮呈現金黃色 就可以了 吃起來感覺是肉是非常嫩 不會說是那種彩彩的感覺 而且這個表皮來說是非常的酥 所以重點就是在它 整個它的製作過程了 一開始鹹酥雞選用的 都是雞胸肉為主 經過這個裹粉 不過裹粉的動作也很重要 因為不能加太多 那如果加太多這個粉下去油炸的話 可能就會吃起來糊糊的 那這個肉的水分也非常重要 是要適中 那會分為兩次去炸 那第一次炸的時間點 會稍微比較偏久一點 那會炸到半熟 那在第二次炸的時間 就不能太久了 那像是一些肉類啊 比如說魷魚或者是鹹酥雞 大約是炸20秒就可以起鍋 那另外像一些配料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甜不辣 或者一些四季豆 大概是炸一分鐘的時間 那為什麼它表皮會比較酥呢 重點就是在它的這個油溫 是經過高溫油炸 大約這個油溫是210度 所以呢吃起來 這個配料 食物的表皮 才會偏比較酥脆一點點 那至於天氣方面 一起來關心 目前呢在北台灣這邊呢 還是一樣稍微比較偏冷一點點 但是呢已經沒有在下雨了 今天主要早上的時間點 受到封面對過影響 所以呢北台灣是又是又冷 但是之後封面過後 會是這個冷空氣南下 所以呢從下午的時段開始 就會是轉為是比較乾冷的 這個天氣形態 晚上的時間點呢 低溫那還是下降到12度左右 所以出門要注意保暖了 那至於在中南部來說 影響性不大 是清晨晚上的時間點 稍微比較涼冷一點而已 那來看一下 今天定量降水預報了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封面略過之後 冷空氣開始南下 所以開始吹的是東北風 那在整個下午的時段呢 主要的降雨是在 迎風面地區的東半部 那只有在東半部 有零星短暖陣雨而已 那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重點 今天呢北台灣 早上是偏比較濕冷 下午是轉比較乾冷 那至於在禮拜六 禮拜天 也是偏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那在北台灣要注意 會特別比較偏涼冷一點 那至於在中南部來說呢 則是清晨晚上的時間點 稍微偏涼 那一直要等到下個禮拜一 冷氣暖減弱 氣溫才會開始逐漸回升 那至於在元宵節 這一天的天氣呢 一起來關心一下 元宵節呢 這一天各地的平地溫度 大概是來到13到15度左右 就是在晚上時間點的溫度 所以呢戶外活動要注意保暖 那不過呢 主要的降雨是屬於在 迎風面地區 像是在整個北部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那至於在平溪的話 降雨之率是可以達到了 三到六成 那在晚上的活動 一定要記得多穿 以上指這一節的最新奇想